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周靳人 今年28岁 来自吉林留言 我的爱情圈言是 六千七百公里 来寻爱 紫银东美姑娘 最可爱 是不是 是 六千七百公里 是日喀德到长春的距离吗 对 也可能还不止 你家是吉林留言的 对 但是你现在在西藏日喀德工作 然后又特地回到这儿来找个对象 是吗 这说明什么 我们东北姑娘的魅力真势不可挡 走出去六千多公里又算什么 找对象必须得回来 找咱东北姑娘 是不是 好 来那先看一下场上16个东北姑娘 对谁的感觉最好 场上16个姑娘 对我们这位特景感觉怎么样 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 请选择 谢谢 我都不想再问那个受伤的女人了 她这个受伤太神了 坑都填不上 都填三小伙 第四个小伙还填不上 我现在特别高兴 我终于打破纪录了 我这期我一次没被灭 我心里现在老高兴老痛快了 你现在你在想 你说我这期一次都没被灭 但你都属于自杀式 你知道吗 孩儿姐你想多了 哎呀 这扯不扯的 对呀我就说嘛 你自杀式嘛 我做了 他指头不灭给你留的好了 我这都灭了就那么低了呗是吧 哎呀 不好意思了你啊 但是我心灵还是挺你的啊 你是你 我不说了 这么着 哈哈 我给严谣也整无语了 是给我整无语了 接下来根据你的感觉 最少面一盏灯 可以行动了 嗯 看一下这位来自西藏日喀则公安局特警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我已经在西藏待了将近十年 五年前我在这里当一名警卫兵 而现在我是日靠浙市公安局的一名特警 为了能找到一个东北姑娘 我特意跟单位请了假 从西藏回来找平下 我现在在西藏呢 有一套单位给这房子 还有辆车 别看我平时挺严肃的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幽默 而且多财的人 我曾经养过小品 吹过啥个事 唱过歌还跳过舞 现在给你们来一段 哈哈哈哈哈哈 我这舞跳就行吗 穿着顺穿操操 自打本宫进宫以来呀 就独得皇上恩仇 这后宫家里三千了 皇上就偏偏从我一眼 我曾经跟无数次跟皇上说 一定要与路均战 可皇上啊非是不听了 就像大家看到的这样 平时我是一个既幽默又有才艺的人 我还会利用我的幽默 哄女孩子开心 而且不同性格的女孩子 我还会用不同的方法 有很多人说西藏的条件特别艰苦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 西藏里天蓝水清 空气也新鲜 最重要的 西藏里歌唱话特别的美 所以我现在找对象呢 就想找一个能跟我一起去西藏 而且像歌唱话一样 珍贵大方的名人 你会是我的歌唱话吗 我看短片里小伙说他就能哄各种样的各式各样的女孩是吗 那你哄哄我呗 其后可好哄了 咋哄啊你觉得我得看你啥性格的是不是 你这么就是我在这不说话你看我是啥性格啊 你亲爱这个东西你一眼两眼是看不出来的 你不得两个人长期相处下来之后才会 你多瞅我几眼往这瞅 往那瞅啊 往那瞅他们不乐意了 没事 不行啊还怕他们下来挠我呀 他灭灯就对了 为啥灭灯就对了 就像中小伙了 就像中小伙了 第一眼看就像中了 谢谢谢谢 你知道他是啥性格了不 知道了 小伙你也别高兴太早 你知道刘娇的爱情渲言 他要找个啥对象不 比尔的老公可就是帅 我的老公不能帅 长相啊 我说长相 不是这意思就是我长得不帅呗 没事 就是你长别人不帅 在别人眼里不帅 在我心目中帅就行呗 其实我本身我长得也不大帅的 我都没了你脸照长 没事我斜坑 谢谢谢谢 就怕就怕自己老公太帅了 别人惦记是不是 这一点都不用惦记 啥都会呀 那我看出来了 这俩一点都不掩饰啊 9号机灵 小伙你好哈 我看你短片当中学 孙小宝学挺好的 幽默细胞挺强的 我平时就喜欢那种幽默感的 平常能逗我笑的 你再学一段呗 没看够啊 不是这个我一天二十四小时吧 不能总学 要不然人不没成事吗 是不是 这都学多长时间了 再哪一顿杯酒 纯的顺车 纯的顺车 你来吧 带细胞的 是啊 我还不光带细胞我还带一神细菌呢 要从宋小宝的角度来看 刘娇你选择的是正确 对 确实 他长得挺特别 来 看一下小伙的第二个特别 我要找的对象呢 可以长得不是多漂亮 也可以没有正式工作 但是身材一定要丰满 身高要在一米六五以上 最重要的一点 一定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像一下子跟你刚才心情不一样了 是吧 是看到妈妈跟爸爸 照顾爸爸这一幕 一下子觉得妈妈 这么多年太不容易了 是不是 12年了 我离家12年 就是在那边 我什么都不担心 我只担心我母亲 担心她什么 她这辈子太苦了 整到真正说是 我的儿孙 享受那个儿孙绕席的时候 我不能在她身边 我不能在她西前尽孝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我母亲 带着我大姐和二姐 那时候我二姐是两岁 那时候还没有三姐 那个时候我父亲是在 刘元寺的一家建筑公司当总经理 比较有钱 他自己去饭店 吃饭点六个菜 一个人点六个菜 我母亲 那个时候租一个 就是非常非常小区 小到你无法想象的一个房子 只能放下一张床 那时候还不是床 是看 冬天冷 怎么办 外边烧的炉子 那个火车 运煤的火车 从那个铁轨上过 它每敲打一次铁轨的话 它不是会掉下那个煤渣吗 我母亲背着我大姐 抱着我二姐 去捡那个煤球去 取暖 在家吃永远都是剩饭和咸菜 那你爸不给你妈钱吗 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呢 这个原因就在于 我爸那个时候就是重男轻女 你妈妈没给生儿子 对 家里就是 他就 他想要的没有 所以对你妈妈才这样 就不给你 不给你妈妈钱 对 等我爸现在不能动了 我妈对他还是不离不弃的 然后 没想到两个人 还能总半门嘴 虽然说我父亲 说的话就是口齿不轻嘛 但我妈还是能知道他说啥 孩子你多幸运呢 有这样的一个妈妈 她给你做着最好的榜样 怎么样对待家庭 怎么样对待爱人 对待孩子 所以说我现在对待女人 90%都是从我母亲这边看过来 好 好 三号 大静子 小伙 就是我家也有四个孩子 然后小的时候也是 父母养我们四个也挺不容易的 然后就是 原来就是超生嘛 家里都会超了 条件也是可不好了 然后 都是过来人 就是我非常理解小伙的那个环境 就是心情 我希望小伙就是多关注关注关注我 然后明白 二号 恭喜 我想跟那个小伙说就是挺挺喜欢他的 挺欣赏他的 然后那个从你身上看到了就是我 我所有这个我的标准吧 然后我打算为你溜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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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9号 俊玲 你好 小伙 真的对你感觉挺不舒服的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对你另一半的身高是硬性条件吗 你在短片当中要求身高多少 一米六五 啊 俊玲多高 穿上高跟鞋达到一米六五了 看你多高的根 就现在这个根都已经达到了 而且超过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许老婆也好 找对象也好 就是外表一切都是许的 如果说一个人真心对我 哪怕说他只有一米六我也会要 好的 挺你 我在这里说一下 我刚才观察到的一个小细节 刚才播第二个短片的时候 刘娇就是灭灭的 你灭灭 快点的 你们乡中赶快都灭 都灭了 他就一直在那做工作 是不是三胖子 对 我本来不大想灭的 啪 打我一下 我快灭他呀 你该灭了啊 然后灭完我就去 哎 我快灭啊 然后那边还有谁没灭呢 这种霸道 就是必须让我们灭灯 这小伙子他说就是他的了 谁也不愿跟他抢 他在做灭的工作的时候 你看三号和二号 你看这两位 闻丝不动 有一点 就是你喜欢 希望女朋友能跟你去西藏 是吗 但是我希望的是 就是我可能 我可以为了你 就是先不去西藏 因为你毕竟你有父母在这 我可以在家照顾你父母 直到等你回来 这是我最发自内心的 三号大镜子咋的了 我觉得他比我更好一些 刚才你听到刘娇说 我可能不跟你到西藏 我现在可以在家里照顾你父母 这句话的时候 你是什么感觉 你心比较乱现在 是 我觉得 就是他能说出这番话 而且刘娇是很认真的 他不是就是说 不是说就玩嘴的 他是很认真的说出这番话了 我希望你也能够感受到他的真诚 好吧 来 看一下场上现在的情况 二号 六号 九号 三个姑娘的灯亮着 三个人 灭掉一盏 留下两盏 回到这里 三号 三号大镜子咋的 来 掌声有请6号刘娇 9号刘俊凌 有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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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要不要看一下 小伙子上场的时候 选择的一中人 是看还是不看 看一下也行 好吧 来看一下 上场的时候 选择的一中人是谁 一起来看 我怎么觉得 这是奥运会的现场吗 我现在哭都没有眼了 加油 加油 小伙子 问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吧 就一个呗 就一个 我想问一下 如果说我三年之内都不可能回来的话 有谁愿意跟我去 嗯 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我既然能够来到全城热恋 吉林 长春这边来找对象 就是奔着结婚 那个发展去的 所以说这个外地 这个距离 我感觉不是问题 所以说我相中你了 我就一定能够跟你去 谢谢 好 刘江 其实吧 我也不想说特别多 因为我刚才已经表达了 既然我相中你这个人 无论你走到哪里 就是天烟海酒 你是穷是富 我就愿意跟着你 好 刘江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干个体的 自己有个小摊位 那个 随时随地都可以 就是调摊 搬走 好 金灵是做什么工作的 普通的工作员工 能扔摊走吗 随时 今天就行 我怎么说呢 沈阳我也经常 我姐和我 我二姐和我三姐的 在那边开饭店 三姐在那边啊 哎干净了 9号啊 矜持点男孩子嘛 还是喜欢女孩子矜持一些 矜持矜持 再矜持 我就说这么一句 咱姐这都受不了了 这么小心啊 谁姐呀 那是我大姑姐啊 瞎叫啥呢 我劝你啊 你赶快做选择 等会儿挠起来了啊 等会儿的局面 没法控制 我也知道就是 其实呢 这两个姑娘 在我们的舞台上 我们多多少少 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都是挺实在过日子的 也都是挺实惠的 啊 所以说我觉得你 选择他们两个当中的 任何一个 只要是性格合得来 接下来都没有问题 所以说 你就根据你自己的感觉吧 选择 选择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幸福的牵手成功 啊 叶子姐我能说句话吗 嗯 就是我感觉男嘉宾 不用就是觉得 顾及我俩 任何一个人的感受 知道吗 就是随着你心 就是你第一眼 喜欢的是谁 就是你现在心 就是你心 朝着谁那方面去 你就牵他的手 真的 就我们俩都会彼此 祝福对方 因为我们同时 台下我们也是 关系挺好的 真的 嗯 你就大胆的选择吧 虽然我知道你选择是我 好 嗯 确实在台下 在台下 我们都是好姐妹 但是 确实站在这里了 你吵吵 你们来吧 从你们的一个个的 顺处 顺彩 吵吵 你们倒西门 我倒西门啊 但是 怎么说呢 站到这个台上了 都是奔着自己人生的 另一半去的 所以说呢 你真的 随自己的心 感觉 这一场当中 你跟谁交流的好 你就跟谁走 嗯 突然说你领谁走 嗯 好 五秒钟倒数计时 走到你喜欢的女孩对面 好吗 对面还是后面 后面更有神秘感 你话总说 我说后面更有神秘感 呀 好啊好啊 我们今天来一种特殊的选择方法 对 五秒钟倒数计时之后 走到你喜欢的女孩后面 女孩不要回头啊 不要回头啊 不要回头去一直看着前面 看看她选择的是谁 来 大家一起配合 五 四 三 二 一 四 三 四 四 三 四 五 六 四 四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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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五 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